11月15日,红十字会与红星乐会国际联合会第19届全体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聚集颁奖价仪式 中国红十字会获得2013年青年行动奖和志愿服务发展奖两个奖项 中国代表团表示,这次红十字会获颁青年行动奖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高度认可 体现了中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对国际红十字与红星乐青少年运动的积极贡献 志愿服务发展奖是中国红会首次获得的 这个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以表彰世界各国红会在推动志愿服务工作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 近年来,中国红会积极推动应急状态下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 借鉴国际规范和标准,组建了21支国家级红十字救援队 在各类灾害经济救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中涌现出的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队 对国际红十字与红星乐运动的志愿服务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发展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议现场,天河电视台还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姚立新团长进行了独家专访 高兴,这个也代表着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红十字的青少年工作 和资源服务工作的一个充分的认可和高度的肯定 也充分的显示了中国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和红十字资源服务工作的一种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以及对这个红十字与红星乐国际运动的一种积极的贡献 所以我相信这个对我们全国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者 和红十字资源工作者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有助于我们在下一步把这个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和这个资源服务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次获得这个青年奖一共是分四个类别 我们中国是获得第一个类别的一个正奖 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整个竞争非常激烈 刚才主持人讲到会议的主席讲到 这是有42个项目来进行竞争 所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 我们从中能够胜出 也是充分证明了我们中国的红十青少年工作 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 并且具有特色 而且也有很好的一些创意 那么在这样服务的方面 中国红十字会最近几年加强了应急状态的红十字资源服务 我们建立了21次的国家级的救援队 那么在八个领域来推进这种资源服务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推进了非应急状态的红十字资源服务 比如说我们开展了红十字应急救护资源服务进社区的活动 这样让这个应急救护的服务就在老百姓身边来提供服务 来传播这个应急救护的知识和技能 使这个老百姓能够受益 在这方面我们也起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中国的红十字资源服务 红十字青少年的工作都能够在国际的红十字的运动里头 有一席之地能够产生好的影响 所以我也想的这个也是全体的这个中国红十字人的共同努力 这一个荣耀属于中国 所以我们这个全体的这个中国的红十字人 也属于全体的中国人民 也通过RTV向我们所有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这个祝福 祝福他们这个生活幸福平安 天和电视台现场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天和电视